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面子 也都过日子 面子是给别人看的 日子是自己过的 把面子放下 才能把日子过好 日子是自己的 与面子无关 俗话说 人要脸 树要皮 爱面子是一件好事 意味着一个人有羞耻心 有上进心 但为了面子 舍了理子 为了面子 毁了日子 无疑是一件笨买卖 面子是世间最难放下 又最图有其表的东西 郑渊杰说 要面子的结果 大都是没面子 越是在乎面子的人 越容易在人面前丢面子 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 日子才是自己的 古人云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表面看来再光鲜 也不代表内力 就真的踏实舒适 日子过得好不好 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当中的苦辣酸甜 家长里短 都不足为外人道 与其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如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切实需求 杨将坚持说 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面子再重要 也比不上踏实过日子 面子再好看 也比不上内心的自在与坦然 死要面子 活受罪 一个人越没本事 就越把面子当回事 因为人越是缺什么 就越要显摆什么 好面子 恰恰体现出一个人的肤浅 又不自信 俗话说得好 死要面子 活受罪 有些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 未免显得有一些可笑 这类人活得糊涂 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只能用别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 羡慕别人有什么 就拼了命去得到什么 为了面子 相互攀比 追逐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 甚至煎衣缩食 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请客 专捡贵的贾 点上一大桌 最后吃不掉 全都荡进了干水桶 见浪费金钱 又砸踏粮食 房子专捡大的买 为此背上几十年的房贷 下半辈子为还债而活 古人云 广煞千间 雁绵只居三尺 家采万贯 一日不过三餐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努力提高生活品质 那叫会过日子 为了保全面子 打肿脸充胖子 那才叫傻子 越是不要面子 越能过好日子 一代宗师有一句话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理子 而只有理子 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面子是靠自己挣来的 不是从别人嘴里套来的 日子与面子的关系 不是鱼和熊掌 而是因和果 很多人抱怨活着太累 不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 而是因为面子放不下来 当你凭借自己的努力 过上了好日子 面子自然而然也就有了 李嘉诚曾说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当你还停留在那里 喝酒吹牛 不懂装懂 只爱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活得明白的人 早已放下面子 生活本就不易 何必为难自己呢 不如洒脱一点 日子才能好过一些啊 你说呢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安然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分享到朋友圈里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